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陳佩琪的仿妝 金刀法術演變 Yeah 拿一個椅子來給我做啦 一張椅子來給我做啦 佩琪 佩琪 嘻嘻嘻 網紅仿妝陳佩琪仿到靈魂深處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陳佩琪的仿妝 那秉持我們柯夫人的 輕一點點勤儉的形象 所以我們就用 氣墊簡單蓋一下就好了 佩琪的眉毛比較稀疏 所以我們先蓋一下眉毛 尤其是前半段的部分 常常半夜紋絲全咬的民眾當主席 柯文哲夫人 佩琪 陳佩琪 最近身世很旺 旺到變妝皇后 網紅女神下午茶來仿妝 我們柯夫人呢 就是走一個比較 自然簡樸的路線 所以臉上沒有太多的 保養的修飾 所以會露出這幾年 在醫療界 為台灣人民付出的辛勞 所以我們就用比較深的顏色 在她臉上 刻畫出這些 淚水與汗水 我是聯誼的陳佩琪醫師 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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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讓我先生吹7分鐘的冷風 不開這個咖啡廳算是有犯意 但從未犯行 請法官重新釀行 這咖啡廳就是 父母太疼愛孩子了 而他是自己走去銀行開戶的 這犯哪一條法律 完完全全自己一個人寫的 對讀五百萬好嗎 完全金跟失事 網友笑販 超想靠杯 拿一個語詞來跟我做啦 可以來給我這 給我這 給我這 賠氣賠氣 嘻嘻嘻嘻 不追蹤的 不知道是怎麼樣 我想國家機器 會叫你們追蹤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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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